苏家全的农舍争议遭到国民党立委邱毅踢爆了20多天 民进党还是定调等待主管单位会堪认定 但是拖了这么久已经严重了影响中间选民的观感 到底民进党是不是错过了危机处理的黄金时间 有没有可能成为民进党选战最大的挫败原因 我们来请教台湾政治评论员唐湘龙来分析 当然这几天大家都注意到 就是蔡英文和苏家全 从他们的巴士 他们的竞选巴士从屏东一路北上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虽然这个是民进党所设定的距离选举 不到100天的时间 他们的竞选的主轴之一 可是不管是蔡英文到日本 或者是他们的竞选巴士从南到北的行程 这两个竞选的主轴 其实最近三个礼拜左右的时间 都被苏家全的浓舍议题给模糊掉了 当你选举的主轴没有办法对焦的时候 在竞选的后期的时候 对候选人是非常伤的 就是换句话说选举的后期的时候 其实任何一个竞选团队都一样 都知道决定输赢 就是看谁犯的错比较少 那最近看起来民进党 陆陆续续犯了很多的错误 那这个错误不只是说 某一些的负面的议题被挖出来了 但是最重要是挖出来之后 对应的方式不好 就是大大的背离了一般的民众的期待跟观感 那现在农舍的议题持续的发烧 忽然苏家权或者民进党意图从法律的角度为苏家权脱困 但是其实台湾大部分的民众都相信 有图有有真相 也就是你从画面上面 你只要看到了在屏东那一个偏僻的乡里面的一块农地上面 盖了这样子一栋的房子 而他属于苏家权的时候 每个人都会觉得那是很夸张的事情 所以即使他可以躲在农民农业或者农地的这些议题后头 然后坚持说他没有违法 但是其实非农民的部分 大部分的非农民都会型的选民 中间选民 只要看到那栋房子 不可能产生任何的好感跟同感